感情就到这里 感情就到这里 让我想演 演得不错 哈喽 今日影评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行飞 上天既然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绝不能冲到复仇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们让我失去的东西 我要让你们一件一件地 还回来 我也看了好多人 在总结复六年大结局 就是走不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响演的出印象 就是因为 它有本事在身上 有点东西在身上 还以为会走爽的路线 没想到是越南爹去路线下戏剧吗 这样是吗 我回来 只是重火了一回 但我并没有长个脑子 我觉得 如果 一路爽到底 不现实 我们看着小畅 竟然一边夹着 不行 见到这种男人赶紧跑 本王给你的东西 你最好好好收着 否则 就是不知好歹 男主角有乱的心动 女主赶紧给我搞死男孩 真的太坏了 对对对对 而且您做到了 大家联手吧 不要 你不要 都是一样的 因为超哥笑起来 他的嘴有那么大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表情包是一个青蛙 笑起来就 超哥是 你上学的时候 遇到每天陪你玩的好朋友 然后考试考了一百分 他就是那个 而且我们是在剧组过年的去年 超哥跟林姐 他老婆 搞了一个家演 搞了一大桌子 那桌子有多大 我和这个朋友一样大 这些妈都有四十个人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抽奖活动 吃完饭还有后续的活动 是一个好人 超哥是个好人 我是太辛苦了 我看多少戏都是爱而不得 你看看你 给你多多看我 看多少款爱而不得的戏 春一样是可爱 现在是深情 可爱我见她的时候 我有点设恐 然后她就是 就是那种 深情啊 不是她对异性 是她对事物 对工作 对身边的人 对朋友 都很执着 就是你跟她 争论一个东西好不好吃 你一定要说出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好吃 不好吃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牟川不好演 因为牟川你的眼神 人要有不灵不灵的东西 子路本人就有 我呢 当时在山东自博上幼儿园 上幼儿园那个体校 刚好在幼儿园旁边 体校就去幼儿园选人 因为体操要从小练起 该说不说 三十多个孩子就选了三个 他们是因为颜值选上我 我六岁练杂技 是杂技团去体操队选人 也是因为颜值把我选过去了 而且我练那个项目是创始 以前是登纲 我们是把脚上那个换了 换成鼓了 是因为文工团没有这个项目 然后去杂技团选人 就去了文工团 想放弃 我十七岁那年 给我妈打电话 每天打每天打 什么话都说过 真的 到十八岁 他实在是就是说 你长大了 你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吧 那你走就走吧 刚从杂技团出来 在广州学了两个月美甲 给我六百块钱 其他的是在我的工资里扣 想开个美甲店 发现没有启动资金 因为我没有生存经验 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是 因为我十四岁的时候 拍过一电影叫《杂技小精灵》 制片人哥哥知道我退伍了 说想干点什么 我说想干关于传媒工作的 他说那有场景你去不去 我也不知道场景是什么 我真是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就去了 挺苦的 当时去的是云南的山上 哪个山望了 现在都叫不上名字呢 很冷 那个南方没有暖气 救命 小灵 救命 然后就来北京 当时来经纪公司 是想应聘经纪人 然后一年级 他们来公司聊些什么事 就看到我了 因为他们要素人 就说这个小姑娘长得还不错 可以来试试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杂技道具 就那个鼓就去了 出事复事一步步就上了 说实话 我现在到了一个 对我职业规划的迷茫期 因为像演员 如果你拍一部戏出圈了 然后更多人认识你了 后续找来的戏都会是这个类型 那如果我们不接这个类型 我们积攒起来的那些热度 就会散掉 但是演着演着 有的时候会很无力 天天谈恋爱真的谈傻了 这部戏找我的时候 我喜欢 然后我就去跟制片人聊天 我以为我只是备选 我说姐你放心吧 我说我不觉得我能拿下这部戏 谁知道我放开自己之后 他们就说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因为我之前见导演 见制片人都是文静 收着 但是这次我就没抱那么大希望 但是 巧了 原来有的笼中鸟 确定是要死在笼中的 收吧 都烧干净吧 富 富流年 流 富流年 年 年年岁岁不想忘了 地匙 每一次都在讨厌 那一年